你好,我是熊农人 去习化成为中国大趋势 近期的中国媒体上 越来越少的提及习近平 除了新华社还照例的 把一些过去的习近平的消息 或者他发了一些什么电文 给巴西总统卢拉 拿出来的话 其他的一些真正的面向大众的主要媒体 像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还有环球日报 最近几周呢 特别是最近两个礼拜呢 几乎就没有报道习近平 因为我们知道新华社呢 它是大量的消息 也就是说他什么都提什么都说 也就是说呢 你媒体爱采用就采用 不爱采用就不采用 而人民日报呢 解放军报呢 新闻联播呢 则采取了淡化处理 不像过去啊 只要一有习近平的消息出来 马上都放在头版头条 现在没那么回事了 不仅仅是中国媒体出现了 这个明显的去习化大趋势 就连中共的驻外大使 在所在国发表文章 发表言论 或者接受采访 介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时 也都故意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这个动向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驻外大使呢 一般来说 中国人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它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最高的这个政治动态 就说他们的一言一行呢 都是代表着整个国家 中共呢 从来历来认为呢 外交五小事 那么驻外大使呢 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不掌握分寸的话呢 他们就是这些大使呢 也会遇到麻烦 所以说呢 他们非常小心谨慎 比如中共驻美国大使谢芬 这个家伙呢 刚来的时候呢 还带有一点战狼味道 触经常吹捧习近平 显得非常无耻 但是呢 他在八月二日 接受美国新闻中刊采访的时候呢 居然说三中全会的主题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整个的采访 他居然一处都不提习近平 这个呢 是令人非常正经的 因为驻美大使呢 是几乎是中国的头号形象大使 头号外交官 他都在这个新闻周刊 又是呢 全球这么重要的媒体上 都只字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这个呢实际上已经显示呢 习近平大权旁落了 至少呢 已经不是中国的这个领袖了 或者说呢 只是象征性的领袖了 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 已经明显被弱化了 八月八日呢 驻斯洛伐克大使蔡格 在斯洛伐克财经报上 发表楚名文章 吹捧三中全会 坚持守正创新 发出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的最强烈信号 这句话呢 不仅仅 这个是 就是说呢 是不提习近平了 就是说他这篇文章里面 不仅仅不提习近平了 他简直就是删习近平的耳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改革开放呢 一向实际上是 在习近平时代呢 是遭到否定的 谁都知道 这个习近平是 这个 倒车师 就是专门开倒车的 还有一些驻外大使呢 也只是在文章中间 或者结尾呢 稍微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也是在故意淡化 习近平的权威 比如八月八日 驻沙特大使 长华在中东主流媒体 阿拉比亚电视台网站 就发表楚名文章 只在一处提及落实习近平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另外呢 八月一日 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 发表题为 中国式现代化 将汇集澳大利亚和世界的 署名文章 也只在最后一段里面 一句话 象征性的提到了习近平 另外呢 再过几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 将是习近平 邓小平呢 诞成一百二十周年 中共理论坑物 求是网 在八月十二日 竟然发表了 四千八百字的长文 这个是过去十年来 都没有过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呢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 历史贡献 这个作者是贺沁 袁若南 这都是这个 求是杂志的 这个 也就是比较官方的 那个评论员 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呢 引人注目 虽然说呢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但是现在呢 看来呢 正在引起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官僚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篇文章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高调宣称 习近平同志呢 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充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这简直就是把邓小平抬高到了一种神坛的地位 这实际上就是在抽打这个和习近平啊 这简直就是在否定习近平啊 因为习近平十年 或者说呢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一年的执政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否定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习近平呢 应该说呢他总的政治思路呢 是一种修正主义 就是说呢 他认为呢 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呢 不 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呢 走过了 走远了 所以现在要后退 当然呢 习包子呢 也没有完全退回到毛泽东 退回到毛泽东路线上 但是呢 他就想在这个毛泽东路线和邓小平路线之间呢 找到一种平衡点 所以说呢 他这样这条路呢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真空当中 走那种平衡木游戏啊 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的 而这个 所有这些去习化行为呢 就包括驻外大使 包括中国媒体 实际上呢 都在表明习近平的身体呢 确实出了状况 估计他自己也感到来日无多了 所以现在对很多事情也不能 也不问不问了 最主要是原来很多 跟随他的人也开始收敛了 你比如说过去像蔡奇 王小洪这些疯狗 这些这个农产 就是干脑涂地 万事不齿的农产 过去呢 是不顾一切的 护者组织 可以这么说 中共体制内谁敢说 细胞子半个不止 蔡奇马上就会扑过去 撕咬 对于老百姓 谁敢说细胞子 一句这个不好的话 王小洪呢 作为公安部长 也就会扑过去 满一通撕咬 但是呢 现在他们居然不撕不咬了 而且呢 王小洪呢 居然在一次这个讲话中 也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了 这个呢 都是意味深长的 包括这个媒体呢 在这个时间内提 就是高举邓小平的 这个路线的旗帜 实际上就是呢 明确地表达了 他的去习化主张 所以说呢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暗示 就是说呢 习近平的权威呢 正在遭到挑战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煽动 也就是说呢 大家可以适当地批评习近平了 甚至批判习近平了 所以呢 现在中国从整体上 正在处在一种 去习化的这个大趋势当中 因为现在呢 中共的上层呢 还没有确定新的主人 所以这时候呢 也只能缓缓地 慢慢地去习化 中共呢 它毕竟呢 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 庞大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呢 就是说呢 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派别 虽然说呢 习包子最近这十来年呢 提拔了一大批 他自己的农采 所谓的滋江新军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人在早期呢 也都是受到 胡锦涛 温家宝 认可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基本上呢 他们的观念形成呢 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因为呢 一个人真正的观念的形成呢 大部分都是在25岁 到这个45岁之间 甚至呢 更宽泛一点呢 也就是15岁 到这个55岁之间 一般人到了50岁以后呢 他就很难接受新的观念了 习近平用的人呢 他不可能 就是说重新培养出来一批这个红卫兵 他不可能呢 就是说呢 把一些二三十岁的 完全读这个习近平的著作 或者说呢 一天到晚就去 就像红卫兵一样 这个高举毛泽东 习近平语录 高举这个 然后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指示 去打打杀杀 去充分限制 这个细胞子 没有这个时间 因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是因为呢 他早在1938年 就已经确定了他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然后呢 可以这么说呢 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 这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 所以说说呢 他才能够这个大张旗鼓的 就是说呢 以皇帝的身份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 来打击他的对手 也就是说呢 中共党内呢 在毛泽东的这个几十年的培养下呢 形成了一个以忠于他为特征的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呢 你对于那个普通的这个干部来 你比如说那时候很多人 上层的人反对毛泽东 但是他们都惊慌的发现呢 他们手底下的人 你比如说一个军长会发现呢 副军长 政委 副政委 政治部主任 副主任 参谋长 副参谋长 都是热烈拥护毛泽东的 他甚至都不敢吐露一点反毛的意识 就稍微有句话讲的不对 旁边人马上就检举揭发 就把他清除出去了 也就是说 林彪 就是说刘少奇 都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呢 他们都被严密监控住 他们甚至都不敢 脑子里面都 虽然说呢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毛泽东的路线是错误的 毛泽东呢 正在把中国带入深渊 但是呢 有这种意识的人呢 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少数 所以呢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呢 意识到 习包子 带着中国 走向深渊的人呢 已经成为大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在前几年呢 一直就指出来 习包子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实行 十大临时的大清洗 就是说呢 不大动干戈 肯定是 就是说不行的 因为呢 他的这个统治基础呢 还是邓小平时代 人们形成的观念 就是中共呢 从上到下 还是邓小平时代 包括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 延续的 包括这个 甚至赵紫阳 胡耀邦 延续的 扩 这个扩展了的 那个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那种思路 那种观念 而且呢 你现在就是习近平 提拔起来的这帮人呢 实际上脑海深处呢 仍然装的是那一套观念 是主体观念 所以说呢 习近平 给他们新加入进去的 这些观念呢 还不能在他们的脑海里 占主导 虽然说这些人 一再提醒自己 紧跟习近平 紧跟习近平 但是呢 他们脑海当中 还有另一个 更强大的声音 就是说呢 还是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 看全党全军的态度 而这个习包子呢 应该这样说 在所有方面的倒行逆施呢 实际上他已经是 得罪了所有的人 现在呢 之所以大家还不能够 把习包子打倒在地 踏上一万只脚 那就是因为习包子 提拔的这些走狗们 还在想方设法 绞尽脑子的在护着 护主 在护着习近平 但是呢 这股 这个保护习近平的力量呢 会迅速的被削弱 就像当年保护华国锋 或者保护江青的那帮人一样 那是肯定是 撑不了多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